近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已有11所武汉高校学生宿舍被征用作为隔离观察点,针对学生私人物品,不少学校称将集中封存专门保管。 武汉海洋专修学院主动腾空学生宿舍288间作为新型肺炎疫情防控集中隔离场所,2月17日上午10时30分许,该校迎来首批入住的密切接触者。 武汉海洋专修学院校长任兴介绍,自2月12日申请为隔离场所后,该校发布5次通告,发动在武汉的党员、陆党积极分子等230余人次参加转运学生行李、清空学生宿舍及清洁整理工作,大家连续奋战4晚3天才完成清理工作。 我们经过4天4个晚上3个百天的艰苦奋战改造了288个寝室,同时将我们学校用于教学的专业集中箱捐献出来,共做隔离点的医疗垃圾处理设施。 记者在现场看到,隔离人员一人住一间,每间房有空调、热水器、洗漱池,配备新被褥、垃圾桶、烧水壶、水瓶、毛巾、牙刷、牙膏、卷纸、水杯、面盆等生活用品。 在宿舍外走廊上,贴有您已进入隔离区,请勿离开房间,防止交叉感染等提示语。 任兴表示,学校将学生宿舍物品统一打包集中放置,清理过程全程录像,向每名学生点对点解释,争取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中用期结束后,学校将对校园尤其是被中用区域采取完全彻底无死角的清洗消毒及相关措施,确保广大师生健康安全。 我们理所应该的为这个城市经济我们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们企业的责任,武汉海洋学院的责任,也是我们教育学生的最好的案例。 我们一起庆立了288个房间,1700多个学生的行李。 这个地方政府使用完毕之后,我们一定会在专业校杀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全范围的校杀。 据了解,为保障隔离人员入住疏心,该校还专门联系中国移动定制无线网络服务,将卫生间智能热水器改造为可手动操作。 同时,按照火神山医院标准采购了500张新桌椅。 我们现在蒙先生,得到消息的学生,大多数是赞赏和支持我们这个决定的,而且对学生肯定是证明的教育利益非常重大,对他们人生需的正确的人生观是非常有帮助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